或为六欲天主 看西游记 里面有数不清的神仙 各路神仙 很多人以为 哇 这神仙很厉害 其实这些神仙 他们生活的空间 是在人间跟天人之间 不了解的人以为神仙很厉害 事实上神仙还比不上天人 他们生活的空间 多半是在人间和天人中间 这是一个常识 读佛经就知道 仙人 他们靠人间修的善 一定数目的善 暂时过上这样一种生活 也就是说成仙了 就长生不老了 长生 对我们来说是很长了 但事实上呢 在整个宇宙中 也很短 往上面去天人 天人这是有组织的了 所以一般介绍呢 神仙都很少介绍 直接介绍天人 天人中 讲六欲天 从这里说起 六欲 就是六欲天 六成天啊 晚上没事往天空看 天在哪里啊 我们认为天就是头顶呢 你知道吗 我们头顶已经朝下了 地球绕半圈 我们不是头朝下了吗 这个天的概念是什么呢 天的概念就是空间不同了 你不要认为是在头顶上 才叫天 我们这地球绕半圈 头顶变成头下 脚踩的地方变成天了 所以这个不是上下的概念 空间不同了 首先四天王天 离人间最近 不过望远镜是找不到的 刚才说了 空间不同啊 四天王天 往上面 刀立天 再往上面 夜摩天 然后 兜率陀天 画乐天 他画志在天 这叫六欲诸天 六欲天 福报很大 六欲天的天主 每一层天都有天主 就是天王啊 那福报就更大了 这就不一一介绍了 人间就无法想象 天人福报有多大 就是离我们最近的四天王天 说寿命 四王天寿命 我们说五百岁 这个五百岁怎么算呢 人间 五十年 天上一天 我们这边过半辈子了 四王天才一天 这样去算的 他的寿命 按人间来算 那就是百千万年的事情了 再往上面 刀立天 就是玉皇大帝 所住的这一层天 寿命一千岁 他那个地方的一天 人间一百年了 我们还没有活够 就要死了 人间那边呢 就好比我们天亮 还没有天黑 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说朝生暮死 这一点都不夸张 再往上面去 夜摩天 翻倍了 往上面去层层翻倍 这是寿命啊 然后 生活方式呢 绝对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 不用工作 不用上班 羡慕吧 你吃什么呢 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吃不到的 就是随心所欲 这东西就来了 你根本不用去整理 就是经上讲的 百味饮食 自然隐满 天人就是这个生活 穿衣服呢 天衣无缝 成语是这么说的 那讲的就是天人的衣服 根本不需要裁缝 不需要做 它是完整的 动一个念头 衣服就换了 你可以自己设计 什么款式你随便讲 所以你看那天女 很多人画出来 那衣服啊 轻飘飘的 那代表的是自在的意思 它随心所欲 很轻 轻到 近视于没有重量 衣食 柱呢 天宫的华丽 人间永远想象不到 我们这边的所有的宝贝啊 经上说啊 把这个大地上的所有七宝 全部夹在一起 换不过 刀立天宫的一颗宝珠 那道理也不难理解 就那穷人家 他把家卖了 他也换不了 那个富人的一个戒指 不难理解 天人就是那么有福报 长相 不用说了 天人长相 还有得挑吗 人间最帅的帅哥 跟天上最丑的天人比 都是丑八怪 我们这边最帅的 跟天人最差劲的比 那都是丑八怪 八怪都不够 十八怪都不够 首先 天人这个身体 你怎么跟他比啊 天人身体是流离的 我们这个什么身体啊 我们这身体经常说 割囊成粪 这一点不夸张 割囊就是个皮囊 里面成的是什么呢 自己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成的是什么 都是些不干净的东西 就是这张脸 看上去还像样 除此之外 那拿什么跟人家比啊 天人的身体 净若流离 所以 天人永远年轻 还有一点 天人是化身 他不像我们人呢 胎生 生下来一个小baby 然后慢慢去养 慢慢长大 一把屎一把尿 好不容易拉扯大 天人是化身 什么叫化身呢 没有 忽然就出现了 这叫化身 变化所生 生下来多大呢 生下来 看天人福报大小不同 比如四王天 像童子 道立天呢 又大一点 再往上面呢 就越来越成熟 就他一生下来 就近视于是一个成人 童子 所以 这个应该是人类 比较理想的生活方式 这胎生多苦啊 这有一天人类 也能这么化身 你说多省事啊 现在在做什么 试管婴儿啊 这也很麻烦啊 化身 忽然变化 他怎么知道 谁是父母呢 都这么高度智能化了 他还不知道谁是父母 那不成了傻瓜机器人了 他化身之后 自然而然就知道 眼前的谁 是爸爸妈妈 这就是我们的困惑 根本不存在的问题 然后随便吃一点东西 就跟其他天人一样 不老 天人不会老 但是会死 就是寿命到了会死 但是在死之前 他不会老 所以天人的福报 人间无法想象 你要了解了 佛经上介绍的天人的生活 你就知道了 放着好好的天人的生活 不过跑到人间来私奔 那一定是脑子有问题了 所以过去的文学家 小说家 说某个天人 天上生活不好过 下来跟民间谁私奔了 这个文学家有问题了 天人的生活何等自在 祝福菩萨到天上去说法 天人听听很欢喜 但是很难真正修行 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么长久的寿命 这么幸福的生活 以至于所有天人都误以为 不会死了 把修行这个事情忘掉了 这叫富贵学盗难 但是终究还有死亡 寿命再长也会告一段落 福报再多 这么拼命的享受 也会消费干净 但是在此之前 他的福报可以尽情的挥霍 出行在他的范围之内 比如四天王天 四天王天的天人 四天四王天以下的所有地方 他成神族通 随心所欲 王凡自在 不用办签证的 多么自在 有没有到人间来玩 人间不好玩 我们觉得挺好玩的 经上说 这个人间的臭味 围绕地球 上寻 一游寻 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概念了 就是臭养尘 诸天旅游的时候 路过这里 都要捂着鼻子走 你要不了解 这个宇宙中的精彩 我们还以为 这地球是最好的 都不得了 这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地方而已 我们在这里 都不得了 这个宇宙中的